大家好 我是王大师 欢迎接着收看大师说 咱们就今天接着说说时尚 有人说你这个人既不时尚也不年轻 你怎么也没有颜值 怎么那么爱聊这个话题 这个所有的人其实都有一个时尚的心 另外时尚本身 他也有很多的知识可以学习 原来我们讲过这个服装的这种进化 今天的服装 它来自于欧洲的一种叫窄衣文化 什么叫窄衣文化 窄衣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能分出男女 女性的服装 上面窄 下面宽 男性的服装 上面复杂 下面简单 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答案就是两个字 叫战争 赫拉克里特说过一句话 战争是万物之父 赫拉克里特是谁 赫拉克里特就是那个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 他说过一句话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样的一条河流 这个窄衣文化有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就是战争 这个战争本身呢 在古代的时候是要骑马的 所以骑马呢 下半身就不能太拖拉 就很简洁 但是上半身呢 要显示出身上要穿铠甲 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装饰 它就必须要复杂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窄衣文化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今天这种男装的这样一个渊源 其实就是从骑马打仗来的 那么这种窄衣文化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它要包身要紧 它有一个重要的发明 是什么呢 是扭扣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古罗马 包括中国 它都要宽衣文化 它不需要扣子 你像罗马人来一个别枝 这衣服就穿上了 中国人呢 系个袋子就OK了 但是窄衣文化 因为它要包身 它要立体 所以它必须要有非常紧的连接 所以扣子就出现了 但是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扣子大多数 它是装饰作用的 有钱人 衣服上才有扣子 而且那时候的扣子 它不见得有实用功能 但都是非常昂贵的材料 钻石啊 宝石啊 金子呀 都这些东西 那据说呢 在中世纪的时候 有钱的人出门 没带钱怎么办 很简单 衣服上 揪一扣子 看见了吗 红宝石的 给你抵账了 所以啊 这个意大利还有一个 叫政治术语 叫做 扭扣房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些权贵 当然这是双关语啊 扭扣这个button 还有一个控制的意思 还有按钮的意思 就那些权贵们集中在一起的 肯定都是 每个人都是身上很多扣子 那么随着这个扣子本身的 慢慢它的功能性实现了 这个贵族的这种装饰性 慢慢就弱化 但是呢军队大家知道 在中世纪 在欧洲 他主要是用贵族来打仗 那么所以这种习惯 就慢慢的保留到了这种军装上 你可以找一张照片 这个丘吉尔年轻时候 他穿的一身军装 身上全都是扣子 这有很强的装饰性 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说到军装啊 大家都知道 有一种特别流行文化 叫做制服控 这个制服啊 什么意思呢 在英语里制服就是uniforms 制服控就是uniforms and blacks 那么uniforms是什么意思 uni和form 其实它都是这种 集合秩序的这种代表 那么制服呢 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 一个男人长得像猪一样 但是如果穿上一身 特别漂亮的军装 它也能给女性 给异性带来很大的这种诱惑力 所以它还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很神奇的服装 所以呢 制服呢 它代表的是一种军人的象征 而军人呢 它永远是任何一个社会里面 它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后来呢 这种资产阶级兴起之后呢 这种贵族的这种衣服呢 它也开始分化 这里面有一个人 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他叫什么呢 叫布鲁梅尔 他是一位英国的绅士 但是呢 他不是贵族 正是因为他把这种 现代的西装那种穿法 和这种简洁 简约的这种形式 一直保留到今天 成为我们今天西装的 这样一个鼻祖 那军装呢 就走到另外一条路 今天军装呢 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你看英国皇室 他参加一些正式的 这样活动的时候 他的礼服都是军服 所以他很繁复 他的钮扣 一定是要比西装要多得多 他才会有他自己特色 说到军装呢 就有一个著名的奢侈品打牌 就是从军装发展起来的 就是Burberry 我们都知道 Burberry是做什么呢 做风衣最经典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 英国这个地方 是多余的国家 但是人们穿的这种外套呢 都是羊毛的 不防雨 后来呢 发明的雨衣是什么 直接往这个面料上去刷那个刷胶 刷橡胶 这边就出现了雨衣 但是他又不透风 他平常又不能穿 然后呢 到了19世纪 有一个叫托马斯巴宝利的人 他就创立了一个品牌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Burberry 然后他发明了一种特别神奇的材料 叫什么呢 叫Gurberry 也就是说华达尼 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翻译过来的 这种材料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既防水又透气 然后呢 他就用这种材料开始生产这种外套 那么按理说啊 像这种发明呢 也算不了什么大的发明 但是呢 他赶上了几个好的契机 第一个契机就是 他在发明这种材料几十年之后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呢 对英国对英军对军装的需求特别大 然后呢 Burberry就成了英军的这样一个军装的供应商 尤其是外套 在当时呢 有很多英国的牌子 包括像Burberry 实际上都是生产军装 Burberry生产的这种军装 用的这种面料 就是用刚才能说的这种特殊的这种 Gurberry这种面料 特别受欢迎 既防风又防雨 而且还耐脏 一下子就火了 同时呢 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奇迹 在1911年的时候啊 这个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事 就是什么呢 有一挪威的探险家叫阿蒙森 他第一次呢 带领这个团队呢 穿越了南极 到达了这个南极点 那么这个Burberry 正好是蒙森这个团队的 欲含的服装 外套的这样一个供应商 那么有了这两件事 巴克宝利的 丰衣 就从此就名声大震 当然了 最主要让它流行起来的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 哎呀 他们生产的这个外套啊 这个风衣也太多了 又不能销毁 怎么办呢 就拿回家去穿吧 哎 大家觉得这个衣服不错啊 是吧 又防风又防雨 还很有军人范 所以这一下就裹了 一直流行到今天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看过很多经典电影里面 其实都有这个 Burberry这个风衣出现 你像这个著名的一个影片 北非电影 和塞布兰卡 那个HOME FLY 报家穿这个风衣的这个造型 非常的帅 对吧 而且呢 这个风衣还有一个特点 它其实不分男女 男女穿都漂亮 当然它细节上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呢 Burberry的风衣 直到今天 它还保留着很多军装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叫军装概念 包括设计 包括它的名字 比如说 巴宝丽的这个风衣 它叫什么呢 叫Change Code 什么叫Change 这个Change其实就是 叫战豪 所以呢 中文有风衣这个字 但是呢 其实英语里面这个Change Code 它就是风衣的意思 它就是巴宝丽发明的 所以呢 这点上也证明它纯正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军装的血统 包括它的一些很细节的设计 也是如此 尖章 我们就不说了 包括它的这个腰带 对吧 包括腰带上有一个小环 那干什么呢 挂手楼弹子 包括它的这个胸前有一块叫尖挡 干嘛用呢 就是开枪的时候顶在这个肩膀上 防震缓冲用的 包括它的领子 它领子能立起来很多小钩 而且它后面有一个叫做Sortledge 这个Sortledge是干嘛的 它就是可以在风大的时候摘起来 记在前面 挡住你的这个咽喉部位 所以呢 就正因为这些好多的细节 保留了军装的这种特点 所以才让它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咱们再说说这个巴宝丽的这个格子 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其实啊 这个格子最开始就一直就有 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 它的风衣的衬礼都是这种米色的这种底上 然后红黑白三色的这样一个这个小格 它作为一个衬礼用 它是传统一种苏不兰的图案 对吧 但是呢 后来到了60年代 巴伯瑞在巴黎的一家店呢 觉得这个店里的这个装饰氛围太差 他那个经理呢就把那个格子 衬礼那个格子拿出来 然后作为一个装饰 在他店里就布置上了 很多人一看很多顾客一看 这个格子出来 效果还真好 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呢 于是啊 这个经理赶紧就做了一批 巴伯瑞格子的这种雨伞 一下就都卖了 然后呢 一看这个是一个趋势啊 这也太好了 然后他又用这格子做了很多围巾 一下子也就流行 所以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对吧 但是呢 这种格子从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一直火到今天 今天中国的土豪们 他也是围着一条这样的格子的围巾 然后穿这样格子的衣服 显得特别有范儿 对吧 但是呢 就因为这个格子 它也挺倒霉的 后来呢 到了21世纪 这个格子 因为它太土豪了 太鲜明的特征 就成了什么了 成了这个英国的当时族球流氓的标配了 所有的族球流氓 必须得在一条这个巴伯瑞的围巾 然后戴一个这个巴宝利的这样一个格子的帽子 这是证明自己是正共的足球流氓 当然了 这几年呢 巴宝利的这种品牌呢 又重新回到了他这种所谓奢侈品的这样一个高端的这样一个范畴里面 其实呢 这个巴宝利的这种格子其实也不是他的专利 因为他本身苏格兰的格子这是一种传统 他有一个特别类似的竞争对手 叫什么呢 叫雅各士山 如果你看他的衣服 你会发现他跟巴宝利很像 因为他也是在这种19世纪下本业 也是生产军装 生产这种风衣 而且他也是有苏格兰格子的 他只不过格子上可能没有巴宝利的那个红色 这点差别 当然这个雅各士山这个牌子也生成自己发明了这种 这种所谓的刚才说的华达民那种六方风六方雨的这样一个料子 这个牌子可惜他没竞争过巴宝利太没落了 那么咱们说了这么多 就想说一点 这个军装本身 他是今天男性时尚的这样一个重要源泉 好了 咱今天就先说到这 下次咱接着聊军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